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這集是希望可以讓更多台灣人看見中共的餓 前幾天8月7號在中國揭露了一起長達十幾年的荒唐事件 雖然我早已經麻木了 但是對於中共還抱有幻想的人 尤其是台灣人 算的是一場震撼教育了吧 一名叫做易勝華的北京事務所律師 在微博上發文表示 山西奧瑞生物材料公司於2015年至2023年 涉及四川、廣西、山東等等不同的省份 非法收購了許多年齡在20歲到60歲不等非生病S的遺體 必須得是非生病喔 而根據每一個人的不同狀況以及不同的地區 從900到2000人民幣都有 買回來之後再將這些物體 這些林天天阿強哥 把他們給做成材料 做成這個股份 牙齒或是醫美的用途 通通都有 那有許多的火葬場跟醫院甚至醫美診所都涉案 而根據這份公文表示 目前有75人承認發案 超過4000具的小粉紅 被非法收購 這個收入高達3.8億人民幣 製作出來的小粉紅成品又高達3.4萬件 而這樁案件在今年5月份由山西公安局受理 在昨天才有一名律師曝光了 那曝光的時候瞬間就爆了 還有一位東北的律師表示 自己所在地的長春也有一樣的案件喔 結果在今天我們可以發現微博不僅下架了熱搜 並且關閉了在8月8號當天的熱門詞條 你收的話會顯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找不到該詞條 那易勝華律師在8月8號晚上的7點49分呢 他又發文表示 果然啊!熱搜掉了! 司法局的電話一直打給我 要我明天上午去一趟北京市朝陽區司法局談一談 但我現在人在外地出差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IP確實在外省 而又在當天晚上的8點39分發文表示 我已經拒絕掉任何外國媒體的採訪 包括法新社啊、華爾街日報等等的媒體 如果要受訪的話呢 我只接受央視的電話 而他揭露了這個目的啊 他自己說 再推動中國的立法與監管之類的改革 不希望自己未來也是被這樣S沒有全失的 那晚上11點35分呢 他又再度發文表示 現在他的微博貼文只剩下他自己可以看見 而外面的人啊 進去他的微博號是看不見這些發文的喔 看來啊是有高級單位出手了對吧 今天早上8月9號 易勝華的微博對此事件的相關發文全部不見 我只能說啊 這名易勝華律師他即便遭受到鐵拳 他也知道自己會被鐵拳 但從他的這個發文來看 他應該是屬於共產黨的改革派 他可能只是反習或是看不慣某些共產黨的高官 但他是支持共產黨的體制 你可以理解為光緒派跟慈禧派啦 你支持誰不都支持大清這個體制嗎 只要是這個體制你就不可能改革成功嘛 對吧 不管是誰贏後來又變成了 我還是要大清嗎 我們就立憲嘛 但我們還是要大清呢 那你一樣不會成功 當然我不排除他說了 不接受外媒的採訪啊 是不讓中共有藉口說你是間諜 你估計境外勢力 但我想說啊不管你有沒有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 你大概率都會被鐵拳 但區別在哪 雖然你都會被鐵拳 但是外國政府 外國的媒體可以給中共在國際上有壓力 那有壓力 他就會加速的處理 即便你被鐵拳了 但他處理的這個速度 會比你們自己拉橫幅 去維權上訪 來得更快速更管用一些 我們還可以發現他的最源頭 山西奧瑞生物材料公司啊 他是由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 於1999年成立的 而中國輻射這個防護院啊 他的上層單位是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那這家公司啊 他就是中共國的國營企業 上層直屬的單位是中國的國務院 而這一兩年啊 我看過一些中國的媒體也好啊 自媒體也好啊 或是翻去外網上被我曝光的那些影片也好啊 都會說什麼 為什麼我做完醫美發現有怪怪的感覺 有腐敗的味道有腐臭的味道 甚至我去外面吃飯為什麼會吃到骨丁 是吧這個骨折用的這些骨丁 還有儀式這個的東西為什麼會吃到呢 從醫院或是殯儀館買來的小粉紅 只賣900塊到2000塊人民幣 是吧比一些小粉紅的月薪還低耶 你認為這些小粉紅 就已經S的小粉紅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是更值錢可以再用的 一定是有的嘛 比如說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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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是還好的就可以拿去賣 我為什麼價格只賣到900跟2000 那就是裡面東西沒了嘛 而這些東西就是又賣給別的公司 別的醫院是吧別的趙家人 而現在曝光是剩下的 最後那一些比較不值錢的東西拿去做骨粉 所以這件事情細思極恐啊 而且我們頻道也做過相似的話題 兩年前我做過拼多多的這個什麼什麼肉事件 大家可以上網查 還有2022年8月25號 在四川的冠陰鎮發現的 是吧 哇這家店的地下全部都是小粉紅的屍骨 都是把租客跟打工人騙過來S 然後再掏空拿去賣的 當初啊哇那個豐村啊是吧 好多人在圍觀也都是在群組傳 公安說你們在傳這個消息全部帶回派出所 全部判刑 誤造謠誤信謠 絕對不是你們看到的 可能是史前的化石吧 是吧 可能是很多小粉紅在20萬年前在這邊打獵了 為我們挖到很多 絕對不是你們造謠說的都是騙租客啊 騙打工人這樣賣掉啊是吧 其實大家都心照不宣啦 你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你在說謊 這個四川事件我可是記憶猶新啊 因為我也做過這一集 所以我根本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中國會發生這種蝦事 但是面對那些裝蝦的舔空台灣人 或是根本沒有做功課 就認為中共很棒的綏靖台灣年輕人 真心為他們感到悲哀 我們看這篇中國媒體報導指出啊 中國官方數據顯示 累積至2023年12月31號 全中國捐器官的累積人數只有5.1萬人 當然這個數據可能是真的 但實際上真的只有這麼少嗎? 前幾個禮拜有一個浙江的醫生說 他平均一天跑兩家醫院做兩個這個的轉移手術 失蹤兒童維權失蹤的 在學校驗血每一兩個月之後人被打到這個了 然後捐走了 這個事件在中國還少嗎? 我頻道做4年我報導過幾次這個事情還少嗎? 7月份啊中國國家國營企業中儲糧才被爆出 汽材油混裝使用油吸份水 是吧? 現在又搞了一個什麼上網證上網號 昨天又有一個把親友的這個 拿去做材料的事情十幾年了 小粉紅的一生真的是物盡其用 我只能這樣說啦 非常的環保健康一個循環欸 如果啊這樣都讓你們無感 也不關我的事啊我是台灣人欸 你就好好享受這個強大的祖國 帶來給你們的各種福利吧 別跟我說公安有處理 就代表中共有想要進步 有想要抓人 有想要改善掉這種破事 你想一下哈 今年5月立案的 而且還有發公文 8月才有一名律師在微博上爆料 你不覺得這已經很荒謬了嗎? 5月立案的 然後他們已經坦承了 這個時候 你中國的媒體 大媒體 大新聞台 就應該要報導了 是吧?上熱搜了 是吧? 你想想在台灣今天5月一立案 兇手全部坦承 坦言 哪一家媒體沒報 哪一家台灣的媒體會不報 哪一家爭論節目不會通罵兇手 不會通罵該相關公司 甚至是醫院的院長 殯儀館的館長 還有當地的縣市政府的直屬單位 該怎麼樣的怎麼樣 起碼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而不是人處理 然後說你看我有處理啦是吧 結果今天早上微博還推了一個熱搜是什麼 美國殯儀館的事情 你在幹嘛啦 我就想問在中國還有多少類似這種事情 是沒有被揭露 是沒有黨內鬥爭的原因而被揭露 例如有律師提到的東北長村的事件 調查了嗎?新聞了嗎? 獨立調查記者了嗎?沒有嘛 之前《新京報》調查記者 實用由那個人去哪啦? 還有其他中國的省份沒有嗎? 有沒有可能是黨內鬥爭倒台了 才讓這家公司被法辦 不然你怎麼解釋 公安抓這些人之後又忍處理 沒有任何大新聞 直到律師出來爆料 大家才知道 而中國14億人口中 在8月8號又被屏蔽了這個消息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少跟我扯調查不公開啦 這跟媒體有沒有報導這件事情 是兩回事 又不是報導細節作案內容 是嗎? 而中共若是自己體制內高層 沒有這些產業鏈 不管是肝心肺骨頭這種業務 除非啊 中共自己先取消高幹病房 這種特殊待遇 還有特供食品的待遇 否則你怎麼取信於民 你怎麼大刀闊斧的改革揪出兇手 你就是改不掉這種東西 甚至你自己在經營這種東西 所以你才讓老百姓吃煤礦油 而你吃特供 百姓被拿去做材料 你在高幹病房等這些材料啊 如果我們把破事分成四個緊急狀況 第一級最嚴重 第四級最輕 我只能說我做頻道四年多了 今天這個事 只是百百件破事裡面的第二級荒謬事件 這只是冰山一角的第二級罪惡的一小角 還有更多慘絕人寰的一級破事 但是大家都活在快手啊 抖音啊 小紅書啊 表面上看得見的一二線城市的高樓大廈 只被允許討論所謂的正能量 我們也不能全怪這些粉紅啊 人類都是喜歡表面看起來很美好的事物 漂漂亮亮的啊 帥哥啊 美女啊 只是中共把人的這個習性擴大 加大 但是其他國家他們會怎麼教育 雖然啊 人啊都是離不開外表 每個人都一樣 但是其他國家也會同步加強 我們除了要注重外表外在之外 不管是人事實地物 高樓大廈不管 我們更重要的 還是在內在 還是在軟實力 外表會腐朽 外表會變老 外表會老化 不管你花多少錢 當然兩者的兼具是最好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營業網封鎖 我是Ospio 下次見了掰 來吧 來吧